举重运动历史悠久 1896年的第一届奥运会上 男子举重已经被列为9个正式比赛项目之一 1956年中国运动员陈静开 以133公斤的成绩 打破56公斤及停举世界纪录 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我国优秀的举重运动员们 不断突破自我 发扬体育精神 向全世界展现着势不可挡的中国力量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当年4月刚刚进入国家队的龙青拳 以黑马之姿横空出师 凭借抓据132公斤 平据160公斤 总成绩292公斤 夺得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冠军 同时改写了中国队 24年 在该级别无奥运金牌的历史 2016年领日奥运会 龙青拳王者归来 加油加油加油 一定要起 以抓据137公斤 平据170公斤 总成绩307公斤夺冠 并打破世界纪录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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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今天要挑战的是举重世界冠军 两位扛得起这个重压吗 能 一定能 即便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失去信心 就是 举重需要重心的力量强 Vivo X Play 6 帮我们根据这两个条件 找出我们合适的人选 以为您找到合适人选 Muscle Power 还有谁 还有谁啊 千万秒 小害我 浓缩才是计划 我是地表最强的 兄弟 有心情挑战冠军吗 根本没在怕 来吧 冠军 现在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这两个冠军厉害了 龙心学了廖辉 我看过一点 特别像那个 乒乓球的嘛 移动的主台 感觉 不知道我们举动 到底是会 什么样的一个 状态去跟他们切磋 其实感觉很神秘 你跟亮亮两个人呢 有肌肉的嘛 所以力量方面就你们来 那我就去 疑惑他们 打扰他们 动脑子 动脑子 智慧担当 完美的搭配 我觉得 他们虽然人多的话 但是我们会技术 最重要的就是信息 连这点信息都没有 还念什么举动 王鼠兰 他曾经是拿下了 第一届来部冠军 天方球的总冠军 黑人陈建州 拿下了我们的篮球冠军 所以说他们不仅给我们 带来的能力担当 更给我们带来的信任 所以我相信我们四个人 株连避核 一场大戏 拿下本场的冠军 亮亮 宋倩 不用怕 有我们在 一定定了你们 带着冠军的头衔来的 对 感受体育魅力 展现运动之美 欢迎收看 浙江卫视大型力师 竞技体育节目 来吧 冠军 Vivo X Play 6 趋平双摄新旗舰 本节目由乐想非凡的Vivo手机 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百万车主 智慧之旋 雷克萨斯至混动 特约播出 微博豪 咬味早餐 本节目指定咬味产品 将冲 头估 米希 欢迎到了独家视频平台 爱奇艺 观看节目完整内容 欢迎收看 Vivo来吧 冠军 有请节目动弹 合转 高步歌评 看我心情 超越自己 来吧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Vivo来吧 冠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又再一次的和热情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再一次欢迎大家 同时也介绍一下我的可爱的四个小伙伴 我的仲裁助理们 黄俊杰 王倩 我们的欧阳江 你是我们的梁靖康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 他就是我们的小V 哈喽 欢迎你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呢 勇士们会用举顶来表达自己的力大无穷 说到力量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会不会这样一种表达是比较直接 比较简单的一种壮观 但是通过今天的节目 你在里面不但会看到无穷的美感 也会看到智慧和技巧 是的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就是举重 说实话 看到这个陈甸甸的这个杠铃啊 大家应该会感到今天这是一场恶战 但是我们的终结者队 他们最厉害的一点就是 明知山有虎 自己还装大老虎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小乃亮宋倩 好 跳队长 跳队长 跳 为了这一期节目 我在现场每天三百个俯卧车 为了就是今天要挑战冠军 我们欠队长有没有信心呢 我有 我今天就是来发挥我的潜力的 今天打败冠军 不仅由我们两位能力担当 更由我们两位请来 曾经在来部冠军第一季 这位我们加油助威的 王祖兰 飞人 陈建昭 欢迎祖兰 欢迎飞人 大家好 哇塞 哇塞 举重就是群里了是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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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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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六辉龙青春 是他 是他本人 欢迎 欢迎 你好 你好 太险了 你好 你好 你握个手都已经这样 大家好 我是中国举动运动员农青春 大家好 我是中国男主任的运动员廖辉 欢迎 廖辉特别了不起 之前退役了 但是据我们了解呢 现在又重返到赛场 又开始训练了 为什么又回来了 因为我觉得 自己有些东西没有 没有完成自己还有一些使命没有达到 太厉害了 那回我想问一下 你这次来 是来那个找巅峰状态 来训练的还是来放松的 刚才龙青春跟我说 他说我要不要在上面 把世界纪录打破 已经开始那个叫板了没有 就是我们既然来了这个节目 我们就是来挑战冠军的 为此我们这个也有一个组合 有一句名言 叫做 人没压力 耿啾啾 豆饼不压 不出油 所以我们的组合叫做 金刚豆饼 好 好 我们两位冠军如何应对 我们终结者队的嚣张 我们就是冠军队 比赛 好嚣张 必须的 这样我们通过 这个口号 是没有办法表示 双方的实力的 我们首先呢 给我们的终结者队 莎莎锐气 我们进入到冠军的这个 表演 我们看看他们的 能力展示时间 好 好